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们要进入的是管理数学中,几率中的古典几率 首先我要介绍这个单元中的教学目标 这个目标在知识的部分,我们要介绍古典几率的一些观念 还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定义 在技能的部分,我们希望同学能够利用几率的一些定义 来解各种几率上的问题 在态度上,我们希望能够有研究的精神 不要说因为它很简单,结果把定义都忘记了 最重要的我们还说就是定义 在这个单元的教学大纲之中的话 我们先介绍几率的定义 几率相关的一些定义 我们有很多很多一些相关的一些定义 要介绍给同学 那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条件几率 还有背试定义 首先我们先介绍样本空间 什么叫做样本空间呢 就是说,其实我们讲样本空间这个观念的话 就是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所形成的一种集合 叫做样本空间 那么样本空间里面所有可能的点 每一个元素我们都称为一个样本点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的简称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叫做样本 那么我们在后面举出一些例子 同学会比较容易了解 现在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也介绍一个 我们丢了一颗骰子 各位同学知道 丢骰子的话呢 骰子有几面呢 我们有可能哪些发生的可能呢 有六种可能 所以样本空间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样去描述呢 我们样本空间就有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所以我们的样本空间是哪些所成的集合呢 我们的话呢 是一 二 这个二代表的是 丢了 丢值出来是两点 这是三点 四点 五点 六点 那么每一个我们就称为样本点 我们来介绍一下几率 首先的话呢 在介绍几率之前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介绍的话呢 样本空间 所谓的sample space sample space的话呢 是什么意思呢 是我们的话呢 所有可能发生的状况 所有的可能 就是所谓的样本空间 那么event 所谓的事件 就是我们的话呢 要准备研究的状况 那我们是称为event 好 我们现在来看 样本空间的话呢 是所有的状况 事件是特定的一种状况 那么我们的话呢 要了解几率的意思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就这么说了 几率的话呢 其实是这样子的写法 number of simple space 习惯的是用一个 omega来代表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习惯的话呢 number of 它的数量 所有状况的数量 分支事件的一个数量 这样的讲的话呢 同学可能会觉得 不是很容易了解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同学就会知道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例子 现在的话呢 现在的话呢 我们这么说了 我们投掷一个 一颗骰子 好 我们现在来看 出现 偶数点的几率 各位同学看一下 那么各位同学就应该非常的了解 几率是怎么算的 这个几率是多少呢 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 一颗骰子的话呢 它有几种可能 它一共有六个面 所以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的这个样本空间 四次是几呢 是六 偶数点 偶数点的话呢 是两点 四点 六点 所以的话呢 它这个事件 它的数量是几呢 是三 所以的话呢 我们几率很简单的这么说了 这个几率的定义 就是所有状况的数量 分支事件的数量 有另外一种情况 同学也必须要知道 几率的话呢 还有另外一个 以几何的观点来说 所有 整个的面积 比如说 这个的话呢 整块的面积 那这边的话呢 是占的是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三分之一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知道的话呢 这边的几率 我们要是 发生在左边的 这边的几率 就是它的比例 我们也可以使用的是 这个地方的是数量 我们也可以把它修改为 面积的方式 面积的比 也是我们所谓的 几率的计算方式 我们来介绍一个观念的立题 有一个袋子里面 有白色的球有七个 红色的球有三个 我们假设抽一颗球出来 那么 请问一下 样本空间是什么样子 如果取出一个球 那么 各位同学知道 有哪些可能呢 我们就有 不是白 就是 红 所以样本空间 它里面的样本 只有几个 两个 如果说 依序抽出三颗球 那么请问一下 取后不放回 那么样本空间 是怎么样的状况 样本空间 那这个样本空间 我们来思考一下 取出三个球 有可能全部都是红的 也可能全部都是白的 所以我们有哪些可能呢 我们假设白球叫做 我们用简写好了 white 红球叫做 red 红色的球 那么我们有哪些可能呢 我们有 白 白 白 要不呢 白 白 红 要不呢 有 白 红 红 再来呢 这是三个白 两个白 一个白 然后呢 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呢 有 这个的话呢 是因为我们是 依序取的 所以的话呢 两白 一红 还有什么可能呢 是这样子的可能 我们还要考虑它的排列 这个的话呢 有可能是 r w w 现在是 一白 二红 那么还有什么可能呢 有 先的红 一白 再一个红 这样看会比较容易一点 再来的话呢 是 红 红 白 那么还有没有可能呢 有 这边是三个白 这是 二白 一红 这是 二红 一白 还有呢 全红 所以总共有几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种 样本空间就是这些 那么其实我们用乘法原理 很简单 我们的话呢 来想象一下 如果是三个位置 这里有几种选择呢 有白跟红 两种 所以这是二 这个也是一样的 白跟红 它也是二 所以它有两种选择 这个也是一样 白跟红 所以这也是二 所以是二乘二乘二 等于八种 样本空间 一共有八个样本 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 让同学了解的一个 概念的立体 现在我要介绍事件 什么是事件呢 Event 事件 事件的意思 其实就是 样本空间 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部分集合 怎么说呢 比如说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让同学的话呢 就会了解了 我们丢一个骰子 各位同学知道 刚刚我们的那个例题 骰子的样本空间 我们叫做 Sample Space 是哪些呢 是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好 那么现在我举个例子 事件就是样本空间 这必须要我们来问的 我们来讲的 假设事件1 1 1 是什么呢 它表示的是 丢出来 偶数的几率 一个骰子 如果是丢出来 是偶数 那么请问一下 这个事件 包含哪些 2 4 6 这叫做 事件 这叫做什么呢 这叫做 样本空间 那么我们 几率的定义是什么 几率的定义 所以就是 上面的话呢 这个是 Number 我们的话呢 也有的是用 用的是 Number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事件 的 数量 这是总共所有的可能 就是Sample Space 就是我们所谓的 样本空间 以这一题而言 总共有几种呢 有六种 那么如果说是偶数的事件 那就是多少 三 所以 几率的定义就是 二分之一 几率就是 样本空间在分母 事件在上面 它的比值 称为我们的 发生的几率 现在我要介绍的是 事件的性质 事件 各位同学 刚刚我们介绍的是 事件就是一个集合 那么 我们就用集合的角度来看 假设 我们在同一个样本空间里面 有两个事件 第一个事件叫做A 第二个事件叫做B 那么我们定义了什么呢 什么叫合事件 合事件就是A B 我们两者 我们都可以接受的 就称为合事件 两者就接受 也就是合事件就是A 连及B 那么什么叫做G事件呢 G的意思就是说 两个中间 交集的位置 称为G事件 这称为什么呢 A交集B 这是G事件 什么叫做鱼事件 鱼事件 那么我们就要 扩充开来看了 我们要把整个的 与集合找出来 这是整个的所有的集合 所有的样本空间 在这个地方 样本空间 假设叫做Omega的话 A的Complement 就是A的鱼事件 就是A以外的 我们通通都要 就称为鱼事件 我们要了解 它的叙述 我们在解题的时候 才不会 不懂它的定义 而不会 其实我们定义要知道了以后 其实 几率的问题 其实都不算太困难的 假设A跟B 交集等于空集合 这什么意思呢 它们中间是 没有交集的 我们就称它为什么 互施事件 也就是说 如果A发生了 B是不可能发生的 表示这AB之间 是完全没有相交的 这个地方是不可能发生 B发生 A也不会发生 这个是事件的性质 那这些的话呢 都是一些基本的定义 现在我来介绍互施事件 何谓互施事件呢 就是说 两个事件 它完全没有交集 完全没有交集的话呢 也就是说 它没有共同的元素 那么它的几率 A交集B的几率 就会等于零 那也就是说的话呢 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的话呢 判断它 是 这A跟B 是两者 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一个交集都没有的 那么 用一个例子 来让各位同学 来思考一下 来我们来看看 这个题目 是不是互施事件 52张牌 抽一张牌 A事件 是抽到K的几率 事件B呢 是抽到红星 问这两件事 是不是互施 那么我们怎么看呢 我们看 A跟B 有没有交集 抽到老K 跟抽到红星 同学发现了 有交集 对不对 有交集 是哪个交集呢 就是红星K 所以各位同学的话呢 这两个事件 是否互施呢 它不是互施 它的话呢 它的几率 我顺便写一下 P A交集B是多少 我们的话呢 让各位同学来回答 这个的话呢 唯一的一个 就是 红星K 所以是52分之 1 是不是0 不是0 所以的话呢 它不是互施的事件 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 独立事件 那么 何谓独立事件呢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定义 如果说的话呢 AB是两个任意的事件 那么B发生的前提之下 A发生的几率 刚好是等于PA 或者是 把它颠倒过来 我们就称A跟B 这两件事件是独立的 如果它不是独立的 那就是相依的事件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 做一点小小的解释 这个的话呢 条件几率 如果同学的话呢 不是很熟悉的话呢 我们把条件几率的公式 列给各位同学看 B发生的前提之下 A发生的几率 我们的话呢 根据条件几率的公式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PB分之 PA交集B 假设它只等于PA 那么我们可以把 这个定义的话来说 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 比较简单的 让同学的话呢 判断事件是否独立的 一个定理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这边乘过去 于是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条件 如果说 A交集B的几率 等于PA 乘以PB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 来判别 A跟B到底是不是独立 如果相等 就是独立 如果不相等 就不独立 那么我们来举个例题来看看 来我们看看下面的例题 扑克牌的例题 扑克牌说 他现在来看 是抽了以后 再放回 那么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的话呢 A是抽第一张 是K的几率 B的话呢 是抽取第二张 是K的几率 问AB事件 是否相互关系 是不是独立 这个的话呢 其实是很容易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的话呢 现在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是 这是抽出后 放回 好 放回的情况 PA是多少 大家的话呢 大家的话呢 应该很清楚的知道 如果说是52张牌 里面有四张是K 那么PA的话的几率是 52分之四 也就是十三分之一 那么B呢 B是抽取第二张是老K 那么非常明显的 它是因为抽后又放回 所以第二张跟第一张 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PB是多少 它也是一样 是十三分之一 那么P A交集B是什么意思 A交集B的话呢 是第一张抽了是老K 放回去 第二张抽了还是老K 那么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呢 完全一样 是十三分之一 乘以十三分之一 所以的话呢 PA交集B 根据这样子的数字 我们可以非常的明显的看出 A B事件 它是独立的 那么我们的话呢 来介绍一个不是独立的 不是独立的话呢 是抽取后不放回 来我们来看看 不放回是什么情况 不放回的话呢 PA是第一张抽到老K的几率 PA我们还OK 我们的话呢 就直接就直接写了 它是十三分之一 现在的话呢 第二张是抽到老K的话呢 这个算法就不太一样了 第二张的话呢 因为它已经抽到了老K了 所以它只剩下了三张K 那么PB是多少 要抽到K的几率 我们的话呢 如果说的话呢 是第二张抽到K的几率 是怎么算呢 是第一张52的话呢 它是已经抽到了K 它又第二张只剩下了51了 它的话呢 还要抽到K 那么就是三 还有第二张 还有第二种情况 它第一个 它没抽到K 它又抽到K 那是多少呢 52分之48 再乘上51分之4 这算出来的结果的话呢 是 仍然是 十三分之一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PA交集B是怎么算 P的话呢 A交集B是 第一张抽到老K 那是多少 52分之4 第二张又抽到老K 是51分之3 所以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等于 十三分之一 乘上 十七分之一 A交集B跟PA 跟PB的话呢 相成的话呢 不一样 所以的话呢 以这样子的玩法来说的话呢 不放回的话呢 它是不是一个独立事件 它是所谓的相依事件 来介绍一个排容的原理 那么的话呢 首先在介绍之前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个符号 符号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 如果说的话呢 集合 在几率里面来说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常常用一个图形的话呢 来表达会比较容易了解 那么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是 如果说的话呢 中间的话呢 这个的话呢 这是一个A集合 这是一个B集合 那么中间的交集的部分 我们的话呢 交集的部分 我们的话呢 必须要了解的话呢 是这是这个符号 叫做交集 intersection 这个地方的话呢 相当于是什么呢 相当于是且的意思 如果说是连集呢 连集的话呢 是Union 所谓的A 这个的话呢 A跟B的话呢 通通都包含进去的 我们称为 或 必须要先知道 那我们来看看一个例题 让同学的话呢 会比较容易了解了 来我们看看啊 假设盒子里面 有一百颗球 然后 它的那个号码的话呢 全部都标好了 都是一号到一百号 那么我们现在 随机抽一颗球 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题目 A 球号是2的倍数的几率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知道几率的话呢 是怎么算的 来 几率的话呢 是所有的可能 现在的话呢 我们来看 抽一颗球 我们这里面的样本 整空间的数字是有 一百个 那么 这个的话呢 事件是 二的倍数 二的倍数的话呢 一共有几个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二四六八十 一直到一百 一共是有多少个呢 有五十个 所以 所以A小题 是二分之一 这个是一个很轻易的 我们就可以解答的问题 再来看 五的倍数 那么 B小题 五的倍数 那么也是一样的容易 总共的话呢 我们是抽了 有一百个选择 那我们抽的话呢 是五十 十五 二十 那么 总共的话呢 有多少个选择呢 我们有 二十个选择 好 现在的话呢 问题来了 C 二且五的倍数 那各位同学要知道 我们又是二的倍数 又是五的倍数 它其实就是 十的倍数 所以的话呢 第三个也不算难 十的倍数 有十 二十 三十 四十 一共有几个呢 C小题 这是一百分之 总共几个呢 十个 重点在 第四题 排容原理的话呢 是这么说的 二或五 那各位同学看这个图 这是二的倍数 这是五的倍数 那么我们 这个答案是 这个加这个吗 A跟B吗 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A的 加上B的 我们的话呢 就会 中间的这一块 我们会多算了 所以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是这么说了 二或五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是这样写 几率 A是件 或者是B 那么要怎么算呢 我们的算法是 等于 P A A的 再加上 B的 中间的话呢 多算了一次 是中间的这一块 所以我们要怎么算呢 减掉 P A 交集 B A交集 B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 A且B 这两个的话呢 是因为我们的话呢 A加B 算了以后的话 中间 多算了一次 所以第一小题 要怎么算呢 是 A的答案 加B的答案 第一个答案是 PA是多少呢 PA是 二分之一 B的答案是 五的倍数 是 五分之一 不可以直接加 因为我们多算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还要扣掉 多少呢 十分之一 第一小题的话呢 答案的话呢 是要这样算 那应用在排容原理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 也要注意的是 如果是三个的话 那么就是 PA加PB加PC 中间的话呢 各位同学的话呢 可以去想一下 那么排容原理的话呢 这个简单的例题 我们就大概说到这边 现在我要介绍的是 条件几率 我们先 首先的话呢 先介绍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什么意思呢 这边打了一个一数 在A的发生的情况之下 B发生的几率 这什么意思呢 是这样子的 这是B 这是A好了 B P就是几率 A在后面 A在后面 B在前面 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 在A发生的前提之下 B发生的几率 也就是 这一块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 要计算条件几率 非常的简单 我们整个设置样本空间 假设是Omega 那我告诉各位同学 要算条件几率 很简单 我们只要这样做就可以了 我们把我们的样本空间 降低了 降到什么呢 降到A的情况 然后事件的话呢 发生的状况是这样的 这就是我们的条件几率 我们现在来介绍条件几率 条件几率的话呢 它是有一个前提的 什么叫做前提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写法 这个符号的话呢 代表的是 在A发生的前提之下 B发生的几率 那么我们的公式的话呢 写法的话呢 底下是PA 上面是PA交集B 那么我们的话呢 要了解的是什么呢 这个条件几率的话呢 是把我们的空间 这个样本空间缩小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图 比较容易了解 我们来看 整个来说的话呢 这个是Omega的话呢 是代表的是样本空间 A 黄色的是A 红色的是B 那么 在A发生的前提之下 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 我们的样本空间就缩小了 它只能够允许A 然后的话呢 B会发生的几率 只有这一块 这边的话呢 在B之内的 那这个叫做 这一块的话呢 是A 交集B 所以的话呢 这个公式的话呢 不难了解 我们的话呢 分母应该是PA 就是我们限制在 A的前提之下 A交集B 是我们的事件 所以我们的话呢 把这个公式的话呢 应该要了解了以后 会比较的话呢 容易去应用 那么 我来介绍一个例题的话呢 比较容易的话呢 能够进入这个条件几率的 一个解释 来 我们来看一看 有一个家庭的话呢 他是两个小孩的 那么已知两个小孩的话呢 至少有一个男生 求两个均为男生的几率 那么我们的话呢 如果我们没有学过条件几率 这题可不可以做呢 其实也可以 我们把所有的可能全部列出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两个小孩 我们的话呢 就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列出来 两个小孩的话呢 我们要写成的话呢 是一个数对的方式 它的可能性是男 男 要不呢 男 女 再来呢 女 男 再来呢 女 女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所有的可能 如果说他什么都没有说 有两个均为男生的几率 我们可以一看就知道 两个都是男生的几率 就是这一个 所以是四分之一 这个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有一个几率上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叫做事前几率 以及事后几率 那么什么叫事前几率呢 是他没有任何的要求 前提的话 我们叫做事前几率 以这一题而言 事前几率是四分之一 那么事后几率是说 他给我们了一些限制条件了 那么几率就会跟他改变 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的话呢 现在的话呢 已知两个小孩 至少的话呢 有一个是男生 那么是不是这个就不算了 所以的话呢 我们直接的话呢 直观来说的话呢 这个答案是 样本空间一共有三个 所以的话呢 答案是多少呢 三分之一 好 那么这个公式是怎么用的呢 这个公式的话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 还是要应用一下公式 如果说要用这个公式的话呢 我们就把他的事件先列出来 现在的话呢 A代表是什么意思 A代表的是 至少有一个男孩的事件 来我们的话呢 先把事件先列出来 A代表的是什么呢 是至少的话呢 有一个男孩 我们写男生 那么B事件呢 是两个均为男生 那么B事件的话呢 我列出来是两个均为男生 那么题目是这样说的 P A发生的前提之下 B发生的几率 那么我们就直接算了 那么B发生的话呢 是在A前提之下 那么我们怎么算呢 我们来看一下 P A是多少 A指的是至少有一男生 至少有一男生的话呢 这里面的话呢 至少一男生的是有三个 所以原来的话呢 原始的几率是四分之三 再来的话呢 A交集B A交集B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 至少有一个男生 有两个均为男生 所以的话呢 A交集B的话呢 就是这个 所以的话呢 是四分之一 来我们来对消之后的话呢 答案的话呢 一样 也是三分之一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 只要是熟练了这个公式 或者是使用的是 我们把样本空间的缩减 都可以对付条件几率的问题 我们现在来介绍 备试定理 备试定理 其实也是一种条件几率 所以我们要介绍 备试定理之前 先要复习一下 条件几率的公式 那么我们先把条件几率的公式 来我们列出来 给各位同学看 什么是条件几率呢 就是说 在 A发生的前提之下 B发生的几率 我们怎么计算呢 我们的计算的方法是 把它写成两个相除 这是PA 放在分母 这是P B 交集A 如果各位同学 只是把它公式背下来的话 不了解的话 那么我们对于条件几率的写法的话呢 那么就很难去写 备试定理了 那么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 这里面的内容的意义 假设这是一个样本空间 好 我明改好了 那么A是代表的是一个事件 B也是代表一个事件 A假设是这样 B 另外一个事件 A交集B是什么地方呢 各位同学知道 交集的位置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要算的是 在A的前提之下 A发生的前提之下 B会发生的几率 是不是就是这一块 那么这一块的话 我们要怎么计算它的几率呢 当然样本空间就缩小 就变成PA 那么我们的事件 就是中间的这一块 我们常常的话呢 喜欢把它的条件几率 把它写成这个相除的 写成相成的 那怎么写呢 我们这个地方沉过去 来我们把P B交集A 我们常常喜欢这样写 沉过去 写成条件几率的写法 这是B A 乘上P A 这就是 这也是条件几率的公式 好 我们现在来介绍 背试定理了 要介绍背试定理之前的话 我觉得是要用一个立体 让各位同学来 来 把这个背试定理解释清楚 会比较容易了解 现在的话 我们来考虑 我们搭车的问题好了 假设我有三种公车 我要去学校 我要去学校上课 有三种公车可以搭 那么 只有三种公车 那么我们的样本空间 所有的情况之下 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公车 好 我们的话 搭车的几率 假设是50% 这是A1 假设这里是A2 这是A3 那么数字不重要 是让各位同学了解一下 我们A1的几率 好 假设是这样子说的 我搭到A1的可能 这边是0.5 百分之五十 A2 搭到A2公车的几率是 0.3 A3的几率是0.2 各位同学注意 这三个一定要加起来 一定要百分之百 要一 那现在我们考虑什么呢 考虑我们搭到A1 可能会迟到 黄色的部分 这个圈圈里面 这代表的是一个叫做B 好了 B世界 B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是一个迟到的世界 那么我们在这一块 是什么意思 是在A1 搭到A1公车的前提之下 迟到的几率 这是A2公车 迟到的几率 这是A3公车 迟到的几率 现在我们来问 各位同学一个问题 请问我迟到的几率是多少 那各位同学要知道 迟到的几率 B 要怎么计算呢 这个B的话 我们依据我们的条件 我们只能够用 这三块加起来 那么 B这块区域是等于 B交集A1加上B交集A2加上P B B交集A3 那各位同学知道 这三个的话 加起来就是我们B的几率了 现在交集 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计算 我们的话的条件是什么 这两个要相乘 这两个要相乘 我们把它拉开来 变成相乘的 这边就可以把它写成 两个相乘 不过各位同学的话 可以看一下 这是1 2 3 3个 我们可以把它用一个 Summation的方式 加起来会比较简单一点 现在的话是B 这是A I 这是A1的发生的前提之下 乘上 1 2 3 I由1到3 如果是有四种公车 我们就1到4 那这是我们的条件 这个我们知道 这个都 题目都会给我们 这个是AI的话 这个我们也知道 这个是 题目里面 也会给我们 于是我们就可以算得出 迟到的几率了 那么真实的 被试定理 常常怎么问的呢 他是问的说 已知识前提之下 就是我们的前提是 已知识迟到了 请问 发生在 坐A1公车的几率是多少 一般来说条件几率都是颠倒过来 那么现在是把它反过来问 那么这个要怎么算呢 这还是条件几率 我们就这样写 我们就这样写 B 分支 P A1 交集 B 这样的写法 我们知道 PB的话呢 这个B 是 综合起来的 迟到的总和 总和的几率 所以我们这边呢 就把它写成 Summation P 我们是这是分割的方式 去算出来的 乘上 P 底下是分割 那至于说它是有几个 都没关系 上面这个又是交集了 交集 我们就要利用 这样子的分开来 条件几乎的写法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是用的是 这样子写 我们把它颠倒过来 我怎么写呢 A1 乘上P A1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颠倒过来 这个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被试定理的 里面公式的写法 那从例子之中来解释 会比较容易 各位同学的话呢 如果要更了解 被试定理的一个 实际的操作 我们可以看看 被试定理的立题 那同学就可以完全 能够掌握被试定理了 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 被试定理的一个立题 我们的话呢 来看 它是生产灯泡 由三个机台来生产 那么他们的话呢 生产的总量 我们的话呢 各为50% 30% 20% 那么它的不良品率的话呢 3% 4% 5% 好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我们来看看题目 现在的话呢 我们从所有的灯泡里面 抽出一个灯泡来 不良品的几率是多少 那么我们的话呢 再看第二个 在以之为不良品的前提之下 这个产品是源自于 甲烯器生产的几率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 看一下 这个题目 他什么都没说 这代表的是事前几率 不良品的几率 那么第二题呢 它是一个 已知是不良品了 就是说确认 它是在一个不良品的前提之下 这个看起来是条件几率 不过 它比条件几率 要来的复杂一点点 原因是因为 它的话呢 那个分母的话呢 它是有一些分割 所以要必须要做一些加总的 那么我们来做一些解释 来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从第一题来做起 不良品的几率 我们来看 第一题 不良品的话呢 它本身的话呢 我们就 3% 4% 5% 我们的话呢 就直接由甲乙饼 这边来找就可以了 那么首先的话呢 甲的话呢 是50% 要乘上3% 那我们的话呢 为了计算方便的话呢 我们把甲的话呢 写成 50% 就是 0.5 那么我们乘上多少呢 3% 加上 乙的话呢 是 0.3 那么我们乘什么呢 几% 4% 再过来的话呢 饼呢 是 0.2 我们乘上 5% 好 我们来加起来是多少 这个的话呢 这个百分比的符号的话呢 我们保留着 这三直接乘上去 355 1.5% 加上 这个的话呢 是 342 1.2% 这个的话呢 是 直接乘的话呢 是 1% 所以总共的话呢 是 百分比的话呢 保留着 1.5 加1.2 加1 一共是 3.7 3.7 这是我们不良品的几率 这是我们的综合起来的话呢 整个的几率 就是不良品的几率 就算出来了 现在的话呢 我们来看看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 倍试定理的题目 它现在的话呢 我们用一个图解来表示 现在这是整个的 这是整个的生产线 甲乙丙的话呢 我们分成了三块 甲 乙 丙 这是甲 这是乙 这是丙 那现在不良品呢 是在中间这一块 我们的话呢 限制在中间的这一块 这边是不良品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把它当作条件几率来做 那怎么做呢 在不良品的前提之下 是假的几率 是不是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当作分母 分母的话呢 变成了这三块相加的 不良品的几率 也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的分母 我们把它当作分母来看 这是3.7% 发生在假的地方 发生在假的地方 就是这一块 那是多少呢 1.5% 这个百分比的话呢 直接的话呢 就对销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 三十七分之十五 于是的话呢 我们可以知道说 背试定理的题目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做法的话呢 其实不如我们想象中 这么样的困难 它其实的话呢 只要是同学的话呢 在不良品的前提之下 我们就在不良品的里面去抓 然后的话呢 这边的话呢 找出它的要求的这个方向 我们就直接放进去 就可以直接得到了 一个正确的答案 这个单元 我们要介绍的是 几率的部分 其中包含的很重要的 条件几率跟背试定理 还有很多的有关于 几率相关的一些定义 那么我们在介绍这个单元的时候 我们也介绍了很多的例子 那么各位同学知道 我们当我们做例子的时候 最重要的一件事 定义一定要非常很清楚 然后几率的部分 特别特别小心 就是问题之中 文字是怎么叙述的 这个很重要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几率假设是零 代表什么意思呢 是不可能发生的 几率等于一代表什么 几率等于一就是百分之百 就代表的是一定会发生 那么几率要超过一呢 或者是负呢 那就是什么 计算错误 各位同学要注意 这些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算到了超过一的话 那我们就一定要重算 因为不可能会超过一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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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